说如果爱有香气 那一定是玫瑰 为啥呀 因为玫瑰代表爱呀 如果说哪天的玫瑰最抢手 那一定就是今天 不是过去了吗 你是有所不知 什么7月7呀 什么2月14 在今天面前 那通通都不算个事 今天是2022年2月22号 星期二 农历的正月22 今天是有9个爱的日子 可以说今天非常有爱 所以热见红娘彤彤 也是来到了这个 见证爱的地方 婚姻登记处 我这一进门 我的天哪 这人也太多了 3 2 1 来吧 3 2 1 看我 我们两个提前半年就查好了 这个日子觉得非常好 千年难遇的日子 我们俩想到的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是2嘛 永远都是2 不要变成一加一 永远都是2 我们想就是认识 这第1222天 然后也是这个日子 就非常的巧 然后我们就决定今天 登记成为夫妻 今天早上一醒来的心情 是什么样的 就没咋睡 一醒都没咋睡 今天太激动了吗 对 由于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来领证登记的新人非常多 我们民政部门呢 也是特意预备了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会议室 供新人们在这里等待登记 平时我们每天登记的新人 大概是在十多顿左右 但是今天日子比较特殊 目前网上预约的 已经是200顿 到达现场到达的 大概是十多顿 目前我们无法估计 今天具体能来到现场的 能有多少新人 但我们会以我们最大的努力 确保今天的新人办理成功 王大志 张美 恭喜二位 祝二位生活幸福 谢谢 谢谢 今天应该是一个 更崭新的起点 接着这个最充满爱的 这个一天 以后会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更加加倍努力地爱他 往后余生都是你 爱你 家务归你 那行吧 今天开始以后的日子 每天都是充满爱的 我们结婚了 今天在现场呢 也是见证了很多 都是新人这个幸福时刻 那电视机前单身的老铁 看到我手中的这个证了 有没有羡慕嫉妒恨 别着急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给红娘彤彤来留言 红娘保证钢筋红线 一起拧 完了 我这辈子算错过了 别遗憾 这还未完呢 有小伙伴相约了 一定要在2022年2月22号的晚上 22点22分 对你的爱人表达爱意 千年一命 我想表白 愣是没人选呢 日子再难得 它也仅仅是历史中的一个定格 只要心中有爱 想要表白 哪天都是艳阳天 生活需要仪式感 更需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